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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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早上起来伸奶腰的动作 吃完起床就想想伸奶腰非常舒服 尽量伸展往上 吐气的时候放下 自己做个几次 吸气的时候往上 吐气的时候放下来 再一次 吸气的时候往上 好 这一次我们稍微厚在这里 吐气的时候肩膀放松 再一次 吸气的时候把想象筋推往上延伸 吐气的时候往你的左边转一下 延伸一下 吸气回来 吐气再向你的右边伸展一下 然后吸气回来 配合自己的呼吸 做个几次 都在吐气的时候转 吸气的时候回来 吐气的时候转 尽量在吸气的时候你可以肩膀放上一下 吐气的时候延伸肩膀 然后肚子收完 吐气的伸展 再回来 再另外一个方向向前伸展 现在回到肤心后把手朝向下来 尤其伸展过以后你觉得非常舒服 下一个我们就做肩膀的运动 吸气的时候先往前 肩膀往前 往上 吐气的时候往后放下来 还是要配合整股心 配合自己的速度 V17 嘴巴吐 好 现在相反方向 吸气的时候我先往后 一个扩胸的动作 然后往上 吐气的时候往前放松下来 也是要配合这个呼吸 好 做完这一次 下一个我们现在大家同一个方向 比较不会达到人 吸气的时候把你的左手伸起来 吸气 吐气的时候就直接拉到你的左边 好 手 smart 然后吸气回来 吐气 буд不能拉到谁 换边 吸气 吐气 吸 吸 吐 吸 吐 你的身体给自然一根的旋转 吸 吐 吸 吐 吸 吐 吸 呼 吸 呼 吸 呼 現在大家在自己深呼吸量上放鬆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做腳步的運動 坐在椅子上 首先先把腳稍微抬起一隻腳 然後就是旋轉 就像這樣腳環旋轉 往上Warm-up 先稍微動一動 一個方向慢慢轉 尤其是剛開始做的時候不要換 就慢慢轉 現在相反方向轉回來 好 現在放鬆下來換腳 也是一樣一個方向開始轉 好 相反方向 好 下一個動作 現在是我們做的時候 聽起來你的左膝 希望你腰挺起來 我上去也強調過 不要轉 就是吐氣 肚子一收 上來 然後放下 然後抬右膝 放下 左邊 放下 也可以上來後一下 配合自己的呼吸 你就抬起來之後 我們後一下 1按3 然後再放下 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照自己的速度 因為這個不會講 別人 你就照自己的速度 好 抬上來 Hold一下 然後再放下 當你每次抬上來 還是有感受到 這個肚子也用便移上就夠了 好 兩邊的內容 好 兩邊最後一次 做完以後 做幾次的深呼吸 下一個 我們現在還是一樣做著 我們要這次是 手臂斜向伸展 那我們這次的伸展是 轉下來是往斜的 好 來 現在一起做 吸 吐氣的時候 到斜下方 整個地板 吸上來 吐氣 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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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然後再一次 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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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吐 好 那下一個 所以我們改變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 上來以後要指向 上個天花板 所以今天要拉長延伸的那種感覺 好 一起做來 吸 吐 吸 放鬆 吸 吐 吸 放鬆 吸 吐 吸 放鬆 吸 吸 吐 吸 放鬆 吸 放鬆 吸 吸 放鬆 吐 吸 放鬆 好 現在下一個 吐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滑船的運動 所以你現在吸氣的時候兩手往前伸 吐氣 就想像我要握著腳拉回來 然後慢慢拉拉拉 倒後拉 稍微厚一下 這個是一個破胸運動 或者是肩胛補充的一個活動 然後吸氣的時候你就放鬆 好 吐氣拉回來 你可以稍微厚個幾秒鐘 然後再吸 再把吐吸出來 再一次吸 吸 吐 最後一次 吸 吐 好 放鬆下來 然後下一個我們做的還是抬腳 但是這一次我們不換腳 同一個腳我們做五四 那你也是在腰平起來 吐氣的時候就抬上來 然後放下 同一個腳自己上自己的速度做 你可以厚 也可以不厚 看你自己的清醒 那抬腳的時候 保持我的身體不會乖 不會將抬腳做歪掉 一定是固定 用的是肚子的力量 抬了幾次 好 現在換腳 抬的時候是膝蓋往上 不是乖 也不是腳抬喔 是整個腿上的 因為你腰是中間的 最小的腿 拉住這個 對不起 那是天心 我們先做這個 既然已經做一半了 我們就是直接先抬腳好了 就是剛剛講的 抬上來你不要歪掉 然後再下來 再一次上來 然後下一個 非常好 好 那下一個 我們就是要抬上來的這個腳 甚至 你可以上來後下下 感受到大腿的用力 然後再放鬆 這是第一個做法 就是腳上來腳尖 所以往上翹也可以 好 那或者是你上來 腳尖先往前 然後再勾腳尖 然後再往下 可以這樣一點小調整 腳尖 勾腳尖 然後再往下 再最後一次 好 那換腳 上來後 勾 然後再往下 可以由自己的呼吸做 然後每個動作的做確實 你的動作 當你做這個動作 非常明顯的是 大腿的肌肉訓練很多 所以 出一下這個重點 好 現在做完以後 要請大家站起來 站起來 先做幾次的深呼吸 可以由自己的呼吸吸 吸 對嗎 做一個深呼吸 好 那現在你就站在椅子的後面 有什麼的椅背 好 第一個要做的是 這樣 第一個 先做的是 用腳尖 讓你的這個姿勢 排解後腳跟 然後 然後 你配後 然後放下 如果你不能後退久 你就是上來 然後 再放下 你吸吸的時候 上來 吸吸的時候 放下 你可以 然後有的人說 我可以後久一點 我就稍微後久一點點 再往下 就是看你自己的姿勢 調整 再用一次 開腳跟 然後放下 好 下一個 我們來做的是 原地交換踏步 就像我們小時候 我們一天上 起步走 踏步 對 原地踏步 踏步的時候盡量 你能夠排一點點 就排一點點 能夠排高 排到底 對 但是更勉強 看哪一個姿勢 先調整 就是原地踏步 謝謝 好 慢慢地把速度放慢下來 然後下一個 我們要做的是 側向的踏步 我們叫踏定步 先往左邊 左腳出去 右腳靠在一起 右腳 左腳靠在一起 來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1 6 7 8 3 2 3 4 5 1 6 7 然後你的手也可以蹲我這樣做 3 4 5 6 7 5 2 3 4 5 6 7 好 非常好 就是說你加上這個 腳的動作 你可以加上手的動作 拍手是一個很好的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花耳之 四步的花耳之 先你的 我們還是從左 他是右腳往前 你的右腳往前 你的右腳往前 左腳套在一起 然後左腳 右方向 往後 回來 就是一個box 來 你可以這樣拍手 你套在一起的時候 再拍手 再拍手 3 2 3 4 5 6 7 4 3 4 5 6 7 最後是5 2 3 4 5 6 7 非常好 好 好 這個自己加在家裡可以加上多調整 多增加一點 好 現在還是一樣 請大家 因為剛剛活動了 稍微深呼吸一下 然後我們下一個要做臀部的伸展 你需要補椅就補椅 不需要這手 好 沒有關係 看自己的情形 好 你先把重心放在你的左腳上面 重心在左腳 踩穩了 右腳 你就稍微噴空 腳跟離地 然後把右腳慢慢一直往後拉 然後後來 緊了 拉不動了 就用腳尖 就輕輕的點在哪裡 現在還沒有做空間鋪 只是這樣站著 點著就好 後面的腳伸直 臀部夾緊 好 現在慢慢拉回來 放鬆 現在換重心在右腳 然後左腳慢慢往後拉 然後到拉不動了 就後在哪裡 都後個幾秒鐘 那你的重心在一腳 所以你會好像會有點調整 這就是一個肌肉的訓練 好 吐氣的時候慢慢拉回來 換邊 往後拉 或在哪裡的時候 不是叫你憋氣 一定要 所有的運動都要能夠自然呼吸 好 吐氣的時候 再一次換腳 好 吐氣的時候 盡量拉正的後方 不要拉到斜旁邊 直接拉正的往後 你的身體往後 你這個時候身體挺起來 所以你會拉到你的腹肌 還有你臀部的肌肉都拉緊 所以這個是 站立的臀部伸展 好 最後放鬆下來 現在我們要側面的抬腳運動 側面抬腳就是你 現在把重心先放在你這個腳 先抬左腳 好 左腳 你如果抬不起來 你只是說 那我就稍微點地沒有關係 好 回來的時候放在前方的腳跟 所以現在也是這個方向 腳抬出去 回來放在這裡 好 現在換邊 右腳抬 你要抬或是點地都可以 然後再放回來 然後你照自己的部心做幾次 你可以上來的時候 稍微厚一下 然後再放回來 或者是 我沒辦法厚太久 我就上來 然後我就放回來 上來 就放回來 都可以 你看自己的情景 做幾次 但是記得一點 不要一抬腳 我的身體就彎 保持我的身體是直的 然後放回來 抬腳的時候 身體是直的 然後回來 你車抬腳的時候 你的肌肉 髖關節 肌肉用到很多 大腿肌肉用到很多 到自己的速度做幾次 如果覺得這個動作 抬腳是太難的話 你就是出去側點 腳尖點地 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你還是可以做 難度可以調整的 看這些心形去調整 好 做完最後一個 那就請坐下 坐下來以後 我們還是一樣 調解自己的呼吸 做幾次的雙呼吸 下一個 我們現在開始要做手的入狀 如果有隱背 可以讓你靠雲靠 好 就是自己的手上 你手上來 剛手上來 第一個動作 是往上 那往上的時候 可以的話 盡量把你的手指頭 盡量把你的力量張開 稍微厚幾秒鐘 然後再往下 也是一樣 都是厚個幾秒鐘 然後再往上 然後再往下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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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手在前方 就是用力張開 然後放鬆 用力張開 你可以這樣hold 然後再放鬆 有的人是說 我就做快速的 抓 抓 張開也用力 抓也用力 就是可以做快速的 尤其早上醒過來 睡一個晚上 手腳都已經有點僵硬 躺在床上 就開始做這個動作 可以一邊抓 一邊手動 你可以加上這個動作 重點是在手 但是尤其是早上剛起來 但是尤其是早上剛起來 這個手 走得還緊緊的 這個時候 就是可以邊抓邊動 好 這個是手指的 好 來 下一個 我們要做的是手腕 我們剛用力的手 手這段 所以我們現在把手腕 放鬆 慢慢的旋轉 這也是早上在床部 起床 賴床三分鐘的一個動作 都早上可以做的 起來就開始做這些動作 好 向前方向回來 如果你做的時候 只是這樣旋轉 你也可以把它這個幅度加大 我包括手腕手肘全部都動 你也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稍微調整改變 好 最後一次放鬆 下來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 兩個手肘 手肘肩在這裡 我吸氣 手肘肘 在這邊的時候 往後拉 然後 吐氣的時候 往中間靠 靠在一起就靠 靠不到 沒關係 重點是在你的肩甲骨有張開了 我們剛剛有做滑爪動作式 往後腳 現在是往前伸展肩甲骨 然後吸氣的時候張開 吐氣的時候 可以後幾下 然後配合自己的呼吸做就好 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 就是你都是在吸氣的時候張開 但是記得肩膀不要這樣提 放鬆下來 往後拉就好 然後吐氣的時候 也是一樣可以的話 你可以稍微後幾秒鐘 然後再張開 你要後的時間長短 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自己感覺很舒服為原則 再回來 現在上來以後 就慢慢的放鬆下來 如果覺得肩膀 剛剛這樣伸展會有點痠 你就是把肩膀動一動 好 下一個 我們這個 就是支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沒有預備 但是我們現在 我看大家情況都還不錯 你就是坐著 那你起來 你如果需要 衝一下再起來 你就是手 動圈都也可以 吐氣的時候 衝一下 好像我要站起來 但是並沒有真的站起來 然後你可以後一下 然後再坐下 那不能後太久 我就是站起來 你就坐下 好 你自己可以嘗試看看 有些人說 我不需要這個手 我就是手拆 吐氣的時候 起來 後一下 然後再坐下去 好 吐氣的時候 好 吐氣的時候 這個動作就是訓練 大腿和膝蓋 這段的環境 這段都有 那也就是每天做這個動作 照自己的呼吸做幾次 因為我們年紀大 尤其是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坐下椅子就不容易起來 所以這一段的肌肉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 所以你看這些情形 那有的人說 好辛苦喔 我太難了 除了大腿撐一下 手的力量幫忙 再起來也可以 你自己照自己呼吸做幾次 好 現在 坐下來以後 再一次做深呼吸 好 深呼吸做完以後 現在請大家再站起來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 臀部轉圈的運動 那你現在吸氣的時候 不管吸氣不去 你可以往一個方向 往後 再另外一個方向 再往前 剛開始你比較慢 每一個方向都確實做到了 然後你可以稍微加快一點點 但是不是很快 我們沒有真正用到呼拉圈 所以你可以捏耳自己 尤其是早上的時候慢慢做 去想像我是搖呼拉圈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回去照鏡子做過 有沒有 有的人是這樣子 這個動作是不太一樣 那我身體肩膀不動的話 我用到的是腹肌 我們叫做核心肌群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肌肉訓練 好 現在相反方向 往這邊先動 然後往後 再過來這邊 再往前 然後你就用到這樣的方式去旋轉 這個臀部的旋轉 保持我們身體這一帶是柔軟的 很靈活的 靈活性比較高 所以就是做這個 一定要臀部的扭轉這一帶 好 兩邊對稱做完以後 下一個就是腳跟的活動 腳跟的旋轉這一個 我們把重心站在一隻腳 你需要扶椅子 不需要的你就插腰 好 先把左腳腳跟抬起來以後 你就開始轉圈 一隻腳 腳尖 左腳腳 也是一樣 還是一樣 不要太快 慢慢旋轉 腳踝 相反方向轉過來 有的人一開始 不常做這個動作 你轉太快 他說 我傷到我的筋了 所以不要快 運動不久快 而重點是你把它做好 好 換腳 重心很輕 挺好 一個方向以後 開始旋轉 活動腳踝 早上起來 坐在床邊 剛起來的時候 不建議你馬上就站起來 可以在床邊做這個腳踝的活動也可以 或是躺在床上的時候做這個腳踝的活動 好 相反方向 好 做完這個活動腳踝的動作以後 接下來 我們下一個要做的這個 跟剛才有點類似 但是不太一樣 我們在做弓箭步 腳跟韌帶伸展 所以你的重心 現在先放在左腳 左腳重心踩著 右腳離開 對不對 現在把你的右腳往後拉 一直拉 拉到拉不動了 你把重心就往後 往後踩下來 腳跟踩下來 好 再做一個往前的弓箭步 好 這個弓箭步一定要很多 就是後 後在這裡 你可以後在這裡不動 手不動 也可以說 我就利用後的時間 我做一下 像錐琴一樣把手伸上來 好 現在放鬆 把重心拉回來 後腳拉回來 好 現在重心在右腳 然後左腳慢慢的往後拉 也是像剛才一樣 臀部的伸展一樣 拉到跌了 然後重心往後 再來弓箭步 好 吸氣的時候 手往上 往後下 肩膀不要抬高 肩膀放鬆 好 下一個吐氣的時候 手放下來 把後腳拉回來 再兩邊各做一次 好 來中間在左腳 右腳往後拉 然後到底了 踩下來 弓箭步 吸氣 手上去 肩膀放鬆 不要憋氣 繼續呼吸 自然的呼吸 好 下一個吐氣的時候 身體回來 手放鬆 再一次 換右腳 然後左腳往後拉 重心踩下來 來 空肩部以後吸氣往上 肩膀放鬆 不用整個人緊張 肩膀放鬆下來 好 吐氣的時候拉回來 好 非常好 好 那現在我們要做 打管和最後的冷卻運動 那 肩膀 腳站在肩膀的寬度 重心站 肢體放鬆 好 先吸氣 想像我的脖子往上拉 吐氣的時候 把頭輕輕的往右邊倒回去 放鬆的 好 放鬆的 好 稍微再往下下 你有感受到脖子伸展 好 吸氣的時候回來 脖子往上 吐氣的時候 換另外一個方向 好 吸氣 吐氣再一次 吸 吐 把頭兒 razlu 放鬆 呼吸 拖子往上 再往上 我想像 吐氣的時候 往左邊 轉脖子 再轉到 轉不動 就sten在那一Somethingstellung再往上 吸氣的時候 回來 吐氣 porồng 換邊 再次吸 吐氣 換邊 吸 吐氣 呼吸,呼吸,呼吸回到中间 好,接下来我们做最后的伸展 这样长了,哇!做完运装好舒服 伸展一下,放松一下 吸气的时候你就完蛋上去伸展 呼吸,放鬆 再一次吸气 呼吸,放松 那你自己也可以吸氣的時候 我就往右邊 往左邊好了 然後吸氣的時候 放鬆下來 吸氣的時候 往左邊 往右邊 放鬆 兩邊再各做一次 這樣自己的呼吸 伸展 放鬆 然後再伸展一次 放鬆 好 最後一個大雄 要抱自己 放鬆的時候 手不要垂下來 可以把上面往往上停一下 你往上停會伸展到這裡 你將會放下這裡 所以稍微往上停 看自己的情形 好 現在出去的時候 放鬆 放另外一手在上面 然後放在一起 然後記得 手可以稍微往上停 你這個會被人家搞 想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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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請過 嘴巴在引動 這些東西有個外動 你們想到什麼 跟外動力有什麼 怎麼可能 一起 好 上一節課 我們有談到這個 對 在Homwork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談到Homwork的資料 就是避免跌倒的習慣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避免跌倒習慣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回家 有做這個Homwork 現在大家有沒有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這個 平衡今晚我們的本子也能帶過來 因為我們今天要需要根據自己的情形 好 這個字可能小一點 阿板 你有帶點沒有關係 我們一起看 第一個 5.4 你的5.4 你找你的分5.4 第5課 他都寫5.4 然後看畫資料 我們來分1.4 這一個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談 怎麼樣避免跌倒的習慣 那有幾個可能平常發生 那你現在我們不是要考試也沒有什麼 你如果有鼓 你就順便就馬上公一下自己的平常的習慣 第一個 我當我不小心 我灑了水在地板 我會不會儘快的把它灑出來的東西擦乾淨 我每次都馬上做 你就在食場的地方 我沒事 只要一掉一下 油出來我就馬上清掉 那有時候呢 我是有時候會清 有的人說 哎呀 不管他啦 沒關係啊 本身腰會自己會乾 那你在重複的地方打人工 看你的分享習慣是什麼 好嗎 說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 我避免穿的鬆軟的拖鞋 或是一種夾指頭的那種拖鞋 四次左右 不要到處走 穿的那種拖鞋 因為鬆軟 像我們平常穿這個鞋 我們在保護嘛 那有時候我們會穿那種拖鞋 有的人到外面去了 他也穿這樣的拖鞋 到處去跑 到外面出去他穿著這樣的拖鞋 那有的人說 欸 我常常就是這樣穿著拖鞋就出去了 那你就是失常 他是避免喔 避免的話 我是從來不會這樣 那你就是 看你自己的送來的答案 你就自己拖鞋去 有的人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在屋子裡面應該你覺得 你這個拖鞋 會不會有時候會聽到 會不會彈到 你有這樣的case發生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 考慮避免穿那個拖鞋 那時候我們就在室內 有時出去花花園 我們就放拖鞋 要不然就自己腳出去 這樣要穿換拖鞋 就是要怎樣 就是有時還是怎樣 那你覺得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跟跌倒有什麼關係 我穿的鞋子出去花園 做一點壓握就進來了 你覺得呢 這個會不會造成危險 會不會造成危險 怎麼樣 為什麼會造成摔跤 大家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來稍微討論一下 腳跟拖鞋之間會滑 腳跟拖鞋之間會滑 我說要穿襪 穿綿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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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有 穿絲襪 不能穿絲襪 那其他人有沒有其他一件 你穿著拖鞋去外面走路 你有什麼 為什麼不好 不舒服 有時候拖鞋太鬆 然後 跟腳 對啊 就是不合理的腳 然後 在走路的時候 他就是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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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來想像一個問題 當你出去的時候 我今天要出去外面運動 我要去走路 你是穿著拖鞋去走 或者穿著運動鞋 走路鞋 對於運動鞋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運動鞋 運動鞋 為什麼 所以容易掉 脫鞋容易掉 尤其是緊急狀況 或是不小心踢到東西 它也會掉 或者是踢到 地上有樹根 石頭 腳沒有保護 脫鞋 腳主走路到外面 你很容易受傷 那我們為什麼說 要走路要穿走路鞋 因為它包著你的腳 它會有保護的作用 比較不會掉 鞋帶綁好 它不會掉 脫鞋容易掉 所以這個為什麼 我們要避免這個摔倒 有的人覺得說 哎呀 我就是去院子做一點事情 但是呢 如果我們 尤其在這邊很冷 所以你穿 放一個鞋子在院子 或是要去拿一個 之前 你就是放一下鞋子 那這些都是一個保護的措施 好 下一位 關你第二點 我有一個建議 每次我回到台灣 不管是哪一位親戚 你到他們的家裡 當然你大部分都是會脫自己的鞋 但是呢 好像在台灣有一個很習慣 你進去你就要穿他們的拖鞋 然後呢 到他們的浴室裡面 又要換一個拖鞋 對不對 常常也 而且很多門卡 現在比較沒有 不過以前常常有很多門卡 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高梯 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穿人家的拖鞋 要小心 真的 常常不習慣 例如磨得乾乾淨淨還打蠟 對 對 在台灣一定要注意這個 我們每次回去都是這樣 每一個環境都有更好的頭鞋 所以每個地方的環境不一樣 那可能我們要考慮到 會自己想一下 這樣的一個情形 門檻多 或者是浴室 因為台灣的浴室是 不像我們這邊都是乾燥的 它常常都是濕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可能就要稍微小心 要注意自己的為安全來著想 稍微 不要回去就可以 不要回去就可以 不能講說 因為吃東西會噎到 會嗆到 那你就要吃 所以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 但是就稍微去 用點 去觀察 去思考 我們下一堂課會提到 居家的一些安全的確 那時候我們再詳細的講 我們很快的進行下一個 在搬東西的時候 你去蝦餅或去哪裡 搬東西的時候 很多東西啊 要爬樓梯啊 那有人拿著東西 就沒有手扶欄杆 年輕的時候 這個是很簡單 但是現在我們就要考慮到 沒有手扶欄杆 不小心踢到了 就甩下去了 所以我們的建議 他說 是不是這樣一隻手 空出來 刷出來 一手 拿著東西 一個 故步 安全 第一 慢慢一步一步的柴文在走 那你有沒有這樣做 我是每次都會這樣做 你就在食堂的地方打工 那有人說 我根本沒想過這件事情 從來沒想過 你就在重複的地方打工 看你自己的情形 你自己回去好好地想 今天沒有待會 就回去再想想看 那自己做一個check 下一個 我撿起要在地板上所有的東西 這有什麼問題呢 要到那裡又不會跑掉 又沒有人會偷掉 為什麼要把它撿起來 會摔掉 被摔掉 被摔到 被摔到 有的人回家 東西一丟 他沒有考慮到 等一下晚上拿出來拿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就能踢到了 或者是一個球也好 小孩子玩的一個球 一個玩具 會滾的東西你不知道 走走走 就踩下去了 所以說 為什麼要撿起到地板的東西 那這個 你要看看你的習慣是什麼 你也是一樣 就照這個情形回答 還有當我聽到電話鈴聲的時候 電話鈴響了 趕快趕快 要把人家分掉了 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很匆忙的去接 我接電話所以沒有再問 對 所以就是要看自己的心情 為什麼我們不要匆忙去接電話 撿東西的時候 撿 關腰下氣鈴響 撿 撿 撿東西剛剛提出來的問題 這個是 這是最久 怎麼會呢 真的就是有這樣的情形 撿東西的時候 閃到腰了 止不起來了 如果要多參加這個運動就好 那你說這麼怎麼辦 你到旁邊去就好 不要彎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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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膝蓋不死 你會說 對一天救你的好辦法是什麼 對啦 對啦 因為閃大 我們講說防犯於衛然 我以前常常講說 防犯於衛然 還沒有發生以前 你就要去預防 還沒有發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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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犯於衛然 你等到將來老了 才想說 老了以後 才不小心 對啊 但是你不要跟 我們就老了 不予說嘛 所以說我們這樣子 為什麼這個特 讓你現在就開始 為什麼 而不是等到我七八十歲 我真的 我還在那裡 那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四十五六六八十歲 對 那這個課 就是給大家 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你現在 還沒有到那個情況 沒有到那麼差的情況 你們都看過錄影帶 我們前面一開始有 沒有到那麼的情況 等到那個情況再開始 真的很辛苦 我們現在希望早點開始 延緩我們這個老化 不是不會老 這是大自然的天地的事情 那我們還是會老 但是至少 你有一直在動 你的活動力就可以了 那你常常講說 彎腰會閃到腰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常常 一直強調說核心肌群的運動 當你要彎腰的時候 其實肚子收緊 膝蓋彎 你腿也才有力量啊 然後蹲下來拿東西 慢慢來 對不對 等到有一天我越來越老 這些動作你就是慢下來而已 只能說這樣預防 但是我們不是說 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如果到哪一天有真的這麼老的時候 不能彎腰 那你就只好去買一個夾子 買一個夾子 要不然就請順子啊 你是誰啊 幫你撿 因為附件裡面就有這個夾子 對 我們後面的課程都還有 好 下一個接下去 當我們聽到門鈴的聲音 或敲門 這個一樣的情形 就是我不要 趕快趕快 有人來了趕快跑 這些 那你看看你的回答是什麼 因為不小心就是摔跤了 好 還有就是下一個 我按照醫生或治療師的要求 用手臟助行器 或是各種補助器 那我想我們這裡 大家大部分人都好像 還沒用到這個東西 你如果說我根本就還不需要用 你就寫 我還不需要用 那你可以這樣的回答 好 進出浴缸或淋浴的時間 我要抓住 不是 這個重要嗎 重要 要很老才開始注意嗎 不行 不行 現在就要注意 一分你很年輕 你也是還會摔倒的機會 所以 當你進出浴缸 因為是濕 這是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不是 所以你要想想看 你沒事 沒有扶手 現在有很多家裡還沒有做手 我沒有手 對 那怎麼辦 就不要扶了嗎 還是你牆壁吧 牆壁 什麼地方 可以穿的地方 你要進去 要發的話 每一個步驟都要小心 不要壞 這是我們重要的部分 接下來 火車間外出做運動 那 你看你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 經常都會 鼓勵著做運動 我們在這邊帶大家做運動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回去有繼續在做 或是一個禮拜回來這邊上一次課堂 就沒事了 我想 為自己的健康著想 自己要磨出時間 十分鐘二十分鐘都沒關係 OK 好 那這一個就是 沒有長肌運動的人就回答 那沒有的話 看你是怎樣回答 好 下一個就是說 我有一個親戚或朋友 或是鄰居 因為我也是很老 我常常要跟鄰居保持良好的關係 或是家人 會打電話 確診一下我的情況 那有這樣的 你也是一樣 可以方向來回答 好 還有就是我廣漫的從坐立的姿勢站起來 這個我還會再 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我們大概現在活動力都很好 大概好像都還OK 但是等到有一天 我們需要廣漫的起來 坐立 這個好像我們在前面的課程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說不要太快 起床 也好 或是坐了以上 坐一段時間 像突然起來 咚就跳起來 你會發現什麼 對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過的 你知識的改變太快的時候 會造成低血壓 會容易突免 所以這次我們要提醒大家 那你看看你有沒有做到這一點 勾一下 好 好 那個起床 一樣的情形 我就不再講了 還有就是我非常留意我做任何事情 我們講過慢慢的人有一點年紀的時候 你在做的事你要專心 你要做這個事情 又有小杯的事情 然後就聽到東西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有這樣做 還有當我感到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我會盡量力自己放手 這一點 你不舒服的時候 已經不舒服了 有的人是很緊張 怎麼這樣 我很不舒服啊 怎麼樣 其實本來沒有那麼不舒服 但是因你的緊張會造成怎樣 更不舒服 就是要打電話啦 或是怎樣 直接放手 而不是急著說 糟糕都沒有人怎樣 因為被急 有時候事情更糟糕了 打個電話 需要人家幫忙 那這邊會盡量讓自己放鬆 那你想想看 不是平常有沒有這樣 或是每次一不舒服 我就很緊張 那有這樣的習慣 我們是要怎樣去幹 好 接下來是有電梯的時候 我會坐電梯 而不是怎麼移動 現在電梯太方便了 走到哪裡 還有很多盡量搭電梯 但是啦 如果你平常不太有時間運動了 那是不是有機會爬樓梯 可以試看看 但是 這就有很多的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爬樓梯 有沒有什麼情況 摔膠 摔膠 要看這個情形 你現在是不是很爬樓梯 摔膠 還有膝蓋的負擔 你的膝蓋如果很爬 力量不夠 就不建議你爬樓梯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單式 要看自己的情況去調整 那你就說 看你自己現在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你來回答 好 接下來是避免在潮濕或關火的地面行走 那這個是室內室外都一樣 那就是有濕的地方要避免 那我們要想其他地方或其他道路 那這個西亞谷下雨很多 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 所以潮濕或關火的地板 都去避免 那有一些你就要 現在外面都濕濕的 你就要去找那個 比較不會滑的地方 哪些地方會滑 這個就要靠我們這個 常識的一個判斷 那我以前的帥教 就是因為我剛來美國 不懂的 那個人型道上 不是都有地下道嗎 地下水的 它有帶蓋子 那個鐵板下雨的時候是滑 而且是在斜坡 剛好是我們自己 西亞谷就是up here 對不對 所以剛好在斜坡 那我跟著大家一起走 因為很忙 上班跟著走 一早才要去馬上就摔倒了 所以因為沒有經驗 在台灣沒有這種情形 來到這邊就碰到這樣的 光滑的地板 潮濕的地面 有鐵板蓋子 你看起來 我們現在大概走路 稍微要看一下肚子 不是只看肚子 要看肚子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做 下一個 進入黑暗的房間會開燈 你是不是有開燈的習慣 那我就省電 不要開燈 我就進去拿東西 就出來 但是有時候 因為那個光線的靈暗不一樣 會讓你看不清楚 也很容易摔倒 所以你是不是有這些情形 當我離開診所的時候 我的醫生的診所 我會不會很清楚 你跟醫生談過的事情 醫生跟你講的事情 你是不是還記得 你是不是有很清楚 醫生的指示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我們以前在慢性病 管理課的時候 要跟醫生的溝通 不要一出門 醫生再問你 你已經忘記了 所以就是說 自己做個簡單的小操 那你又沒有這樣做 下一個 我正在服用藥物的話 這些藥物會對我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副作用 你是不是有去瞭解 醫生告訴你這樣吃 你就是這樣吃 你有什麼反應 你是不是要怎麼樣 我們以前在慢性病管理課 也是提到過 就是一定要把你自己不用 每一個藥物不用以後 對你的產生的影響 你一定要講 這個藥物吃了以後 都會讓你投入你眼花的 或怎麼樣 是原來本來的症狀不作用 或是怎麼樣 你都還是要和醫生講 這種情況 因為藥物的使用的副作用 有時候會讓你結婚 或什麼 這是相關的 貝林 我要那個 爬樓梯那個 因為有些人以為 爬樓梯是一種運動 不要認為爬樓梯是一個好的運動 當然有一些 我們常常看到 有一些 年輕人就是以爬樓梯來運動 其實對年紀大的人 爬樓梯是增加你那個 關節的那個負擔 尤其是下樓梯的時候 比上樓梯的更 更嚴重 你下樓梯的時候 你的體重都 都在動在那個 你的那個 關節 所以不要認為爬樓梯是一個好的運動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 關節的運動 我要提醒大家 尤其你講的是 年紀大的話 下樓梯的時候 一定要有 扶手的話 最好是扶手 那你的身體的重量 分配到 扶手跟你的腳 不然的話 你的那個 你的關節 負重太大 謝謝 這是很好的評論 那因為 上下樓梯 就同時也講到爬山 現在有人講說 我假日就去爬山 你可不可以適合爬山 也要看這個情形 爬山往上爬大概都還OK 但是下山 對膝蓋的撞擊 非常大 尤其是快速的 趴趴趴時間的就趕快跳下來 這個膝蓋的衝擊太大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到一個年齡以後 要去考量這個運動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要看你的身體減化 你的膝蓋磨損的情況 所以這個 就算你還是可以去爬山去走路 不要太高的山 不要太陡的山 還是可以 爬樓梯 空道的時候還是要爬 你不能說那我沒有電梯 我就浮上去 不可能 需要的還是有 就是把速度稍微放慢 熟 塗著欄杆 尤其是下樓梯 速度慢 它的抓緊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所以這個對膝蓋的保養方面 我們也要注意到這一點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我們就接下去很快的講 剛剛講到處方吃藥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有正確的照指示 日期還有服用的劑量 時間的長短 這些你有沒有真正的去瞭解 有的人自己吃藥 他吃什麼藥 對什麼症狀 是為什麼要吃這個藥 有的人是難民活補的 可能有的人講說怎麼有可能 真的就是有這樣的case 所以就是說你吃什麼藥 一定要了解 這個藥是針對什麼的 針對哪個地方的 尤其是在台灣 你看這個醫生 看那個醫生 他給你開的藥 有時候他沒有連貫 沒有去仔細去帶 這個醫生開了一個利尿劑 那個醫生看你針對那個症狀 他也開了一個利尿劑 結果你不知道你打我 這造成證明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你的藥是怎麼吃 怎麼這些 你一定要去瞭解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看看你的藥 所以我做到這一點 好 下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不小心跌倒 或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跟你的家兒一起 有的人會覺得說 哎呀 他們都好忙 或者是不好意思啊 我跌倒真不好意思 摔倒沒有的人會很 說沒有面子 我摔倒 摔下去 摔倒沒有面子啊 其實這些人不是 那我是不是能夠跟家人談戀 你是不是能做到這樣子 還有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跟醫生討論 有的人會認為怎麼樣 跟醫生討論 醫生會認為 可能我有什麼問題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 你是不是可以跟醫生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你有摔倒的情形 可能是不小心的 或者是你身體上某一個部分 你就有點簡訊 你要誠實的跟醫生看 然後讓他去分析 去勸可能某一部分 需要去小心 或者是去做什麼檢查 尤其是次數多的話 所以好像不久又發生這種事情 不久又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時候你就有很多的 需要去配合考慮的因素了 那這個就需要醫生來幫你解決 所以不要因為怕這個睡覺 這小事沒什麼 有時候 有人講 小中風 會造成 你突然就摔下去 你自己覺得沒什麼 可能是我不小心 但是很多的警訓告訴你 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所以這個我們是有做到 然後下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講到飲酒 有喝酒的人 有喝酒習慣的人 喝太多過量了 那會不會造成跌倒 這些過 是不是也 有喝酒的習慣 或者怎麼樣 你是不是也跟醫生 稍微在處理的時候 都可以談一談 那還有是需要幫忙的時候 要你去請求 這是我們之前談到過 那你有沒有做到 或是因為都不好意思 請大家都覺得大家都很忙 其實有時候你把事情講出來 反正大家可以還不還想 好 那現在我們就說 從這些答案裡面 來回答 你自己回去找找看 你針對這些問題 那如果你回答 都是時常去注意到的 就表示比較OK 如果說我有時候才做到 這個就要開始注意了 你現在可能還年輕 你可能還不覺得 但是你從來都沒有去這樣想過的 這個可能就要去慢慢地去想 怎麼樣去改變 我應該朝著這個目標去做 那就是根據你的回答問題 我們希望大家回去 真的是把這個辦事拿出來 一項項的確認一下 整個回答了以後 才知道說你到底要做哪些調整 因為每一個人的Case不一樣 所以從這些Case裡面 去針對去翻譯 然後去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做哪些調整 改變一個習慣 不是很容易 但是真正用心去思考的話 避免將來得到發生跌倒新鮮 所以才要去做改變 你可能講說來不及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我要是不是有一個問題 可以問陳醫師他沒有事情做 快要打瞌睡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 可能這不是很相關的 譬如說你去拿那個藥 藥怎麼時候有效 怎麼時候沒有效 是不是所有的藥都是沒有效 那第二天那個藥變成毒藥 是不是這個樣子 哪一種藥可以過去 哪一種藥可以 像阿斯克林以前 我們通常出了好幾年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曉得 買起是不能過去的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去 哪一種藥 過去還可以吃 哪一種藥不能動 小心被告 這個沒辦法回答 因為你如果到墨西哥去 可以買到十年前的藥 都還在有效 那你在美國 或是某一些 那些 油國家他就給你定好了 超過了那一段時間 那麼 看種類的藥 有一些是效果不好 有一些是會有 產生不作用 或有服務 那因為以前是 都有brain name的 就是藥廠特定的 他的純度 還有穩定度都比較好 但是很貴 現在大家為了省錢 都用generic 那generic 他不遵照 他可以不遵照 美國藥品管理局規定的 所有的步驟 他可能說你符合五六種 就可以上市了 所以他的穩定度 可以從60%到120%都可能 所以這種情形下 他很不穩定 所以呢 你說超過他的時效以後 這個 他的規定裡面 他沒有給你保證說 他穩定度 還有效果會那麼好 那你說 絕對不能吃嗎 這個誰知道 你那個 要跑到墨西哥去 去買的還是有效 你回台灣去 你回去看你爸爸 你媽媽的藥櫃裡面 都有十幾年前的藥都還在 你還不准你丟 他都在看 每天都在損屬那些藥 所以這樣情形下 你講的這個題目 是沒辦法回答 你又說 尤其是你叫我當醫生的 給你回答 我只能夠講標準的 範圍內可以用 超過的 只有丟掉 好 那我們換一個話題 講這個食物的東西 過期了以後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第二天就要丟掉了 還是一個禮拜以後的 對 你如果你的肚子淹癒器冒那個險 很簡單 你可以買又不是可以吃 以前 你說 可以放多久 你到落後的國家去 他們還在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沒辦法回答 不過今天 我們老闆會規定 我們時間要準時 所以 食物的效益 其實你不能買 不是不能吃 對啦 你看有些東西 你過了期很久 好幾天 你再煮一煮 再拿來吃 然後就準備等著拉肚子 對不對 還是有那肚子 放不吃了就吃 好 OK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努力 三個了齁 其實畢業旅行可以到那個 剛剛吃 雷公講吃藥的事情齁 我昨天一個病人是 我這個藥是台大給的 這個藥是中經診所給的 這個藥是 我看都是差不多同類的藥 我說慘了 這個吃下去已經暈過去了齁 所以這個是 非常危險的事 但是 這個台灣都有來 沒有做事情 好 下一個題目齁 下一個階段 就是 大家 剛剛五點四齁 三堂課的五點四 都有看過了齁 我們剛剛一副一副帶了齁 然後再來就是六點一的 那如果講義裡面有六點一的那個方式齁 他主要就是說 我們選題目出來 然後 你 分析齁 他的內容 然後一個一個回答 那我講分組齁 每一組你們現在做一個分組 然後剛剛五點四那邊有大概二十項 那看看是不是各組自己選五項出來 然後討論 討論的目的就是說 這些行為他所產生的危險因素是什麼 那根據這六點一這個齁 來回答 這樣 了解嗎 六點一就是說 他這個行為 像說你電話一來馬上就衝進去接電話 他的危險性在哪裡 那你要 會怎麼樣 那如果說要改變的話呢 要怎麼來改 這樣 那你認為要改的話的困難在哪裡 這個大略回答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來 大家來 腦力激動要怎麼改是比較好 不過就是說大家選 選五樣出來 每一組都在一起 然後討論 看看 根據這個六點一 大家都有講義六點一的模式來回答 好 在我們討論完了是不是 你做一個總結 把所有的那個 這種壞習慣都 大家一起討論以後再選兩樣出來 大家一起討論以後再選兩樣出來 從我們剛才打勾了那個 那種 那種 讓我一樣出來 那個 那種 教討 對對了 非常好 大家討論非常激烈 還有很多新的東西我都沒聽過 我們分很多組現在選三組出來講 哪一組要先講 我們這邊有一個專家是講 Enjoy the moment 不會讓我們感覺到想別 講不好我再普通 我們現在有第一組 等一下第二組講 因為平常我們那個習性 年輕的時候到現在 習性講沒有糾正過的話 那你年紀大的話 很多那個果就跑出來 容易跌倒 性疾就會容易造成 那我們現在要訓練你自己 做什麼事情就在當下 concentrate 你要做什麼 你說你要下樓梯爬樓梯 每一個步驟你就轉出來 就是在當下 那個跌倒是一個果 可是當下是一個經濟 一做對了的話 果就沒有 我一笑這個是事實 然後你每天電力量 你就催你自己說 OK 像說你吃飯 吃那些細腳蔓延 Enjoy the food 或者嘴巴搖搖搖搖 頭腦想其他的東西 這個就不是當下 所以就呼嚕吞吞 有時候吃過多太多 就是你訓練daily live 每一個的當下 你訓練的話 你每一個standard的話 這種老化跌倒怎麼樣 就會偷偷利 對就會避免掉 因為過去的習性不好 那你說現在小心要走慢 可是習性難改 沒有改掉的話 之後大家都會講說 哎呀慢慢走 可是 發生那個moment 就衝出來 還是會跌倒 所以要信任自己當下 這個是最重要的 OK 下一個 好 OK 你看我 講得很好 謝謝 要當下那個是我們 在下一個 下一個題目會講 我講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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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就是要講你如何改變你的習性 那個非常難感 我講得很好 我們這一組有那個 我都沒看 其實找到事情 因為你的意思 意思都是 意思是 所以最容易 最容易跌倒 那我們這裡意見很多 有各種解決的方法 第一個 到A.O.A. Finish 第二個 第二個 就不洗澡了 不要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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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用到水 都是洗澡 乾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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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有人擔心到 LA.Finish 會不會得到 傳染病 還是 你的辦法 要穿拖鞋 穿拖鞋悶悶的動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 他們都有共識 就是到浴室去 浴室呢 是非常危險的地方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是 Risk of the Behavior 那到浴室去是非常危險 那麼就是要改變 那我是遇到病人家屬說 拜託你叫Social Worker來幫我 他不肯洗澡 六個月不肯洗 叫Social Worker 想辦法arrange 來幫他洗 這也是一個選項 如果 你不肯洗 那麼他就會找人 你就叫我 拜託 他不肯洗 拜託 好 他在這邊開個澡 他不肯給老年人 對不對 還有呢 他在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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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改的就是你的習慣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進出浴缸的時候 你從現在就開始練習 你要扶著 扶著 扶著 等到你真的需要有一天的時候 你就有這個動作 你當時不小心發生的時候 你就react 就會有這個動作 抓住這個動作 所以你可以從現在就養成這個 不管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扶著你的浴缸 慢慢走出來 那我們這組也覺得就是說 如果地上突然有灑了一些水汁的動作的話 我們這邊有個學員就講說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可以先拿一些paper tower 先把水汁把它吸乾以後 你再慢慢的有時間去把它清理 而不是說 一看到水馬上下去擦 你這個時候你在荒張之中 有可能會跌倒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習慣的方法 就是說你先用paper tower 去把它把這個水流 水汁先把它止住 那還有其他呢 就是電話聲啊 不要匆忙的去接 還有聽到敲門聲也不要匆忙去接 我想這都是很類似的動作 就是說 你就給你自己一點時間 不要馬上去react 我想這種都是屬於個人的行為 所以我們想說 在年輕的時候就養成這個習慣 slow down 不要等你老的時候才要學slow 那時候已經是too late OK 謝謝 這個練習平衡 從現在就要開始 以前我初中練柔道 後來覺得很有用 人家打我丟我的時候 我等一下就知道怎麼跳起來 不過這個是確實的 那我們剛剛那一組呢 說東西丟在地上 要不要馬上撿 所以有人講是 以前是太太撿 現在不敢 現在乖乖的趕快撿 還很像喔 那以前我們就是說 認為別人會去撿 但是現在就是說 當我們有空著手的時候 就要去撿 還有剛剛 他提說 有什麼方法用 擦小孩子屁股的那種褲 那個怎麼來弄 讓那個比較容易弄乾淨 這個是 你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我很少很久沒有擦起來 會是屁股的 需要練習嗎 減乾淨的垃圾 我是用一種掃把把它掃到一點 那如果比較髒的 像在地毯上的 先把它掃起來 再用那個 去擦 更髒的時候 就是嬰兒的 去把它擦 很容易擦起來 整理清潔 那像電話 我就設定 四聲 你如果拿不到 你就不要去接 讓它轉成傳真 或是轉成錄音 那我是固定 因為買一套電話 就有三支電話 我是固定 一支放在客廳 一支放在廚房 一支放在睡房 那這樣養成習慣說 就不會很匆忙的 要去接電話 也不會說 時間上的關係接不到 或是說 說不到緊急的電話 這樣就是可以應付得很好 謝謝 我們這組都是說 也是接電話 接電話就說 你不要擔心 如果人家真有事 他會再打 其實這個毛病 我以前是常常犯 現在是不犯 從前的話 電話來的時候 就匆匆忙忙 爹爹爹爹的 就要去接 所以現在就不管他 反正會被勾勵 或者是人家會再打 這樣的話就沒有問題 這組 就是覺得年紀越大 你時間越多 所以用這個時間 當作你的武器 也不需要去接電話 也不需要去開門 然後汽車出了毛病的話 在路上也是有很多時間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了 到時候 汽車也可以被修好 所以 最主要的就是說 現在年紀大了以後 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要多花一點時間 不要學很急的去想辦自己的事情 還有沒有 我們這組有學習 在這個回饋一下各位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聽到了 一看見地上灑了水 趕快去拿paper towel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覺得是非常不對的 因為你一急的話 你那個腰會閃到 然後我就看 那我們更改的這個東西 是說準備一個拖把 那種現在很多上面有那個紙的 用一次就丟掉這樣 它也可以吸水的 所以你不要去彎腰 你就拿了去把它放在那裡 等它吸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再去處理掉很多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感謝現在的科技 這個電話 你們不要去急著接了 原因是它那個號碼有顯示的 假如說那些沒有顯示的話 你根本就不去裡頭了 所以你曉得它想三聲想十聲 我現在正在廁所裡面 我現在正在睡我的覺 你根本就可以不去想到那些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你家的電名這樣一按 你看現在也有科技 你裝一個小的鏡頭 那無線電 可以送到你自己身上可以攜帶的那種 有一個可以monitor那樣的東西 那個是插電的 所以你可以隨時帶到口袋裡面 你看看 哦這個人我不認識不看了就好 所以根本不需要緊張 所以你們花一點點時間 可以省了很多這個medical bill 那就是真的 剛剛我們那一組有一位說 有朋友如果從台灣打電話來不接 有一點不好意思 不過現在這個科技呢 你就叫他留電話 因為現在太多電話是廣告的 那你才死 我痛死了 那真的是你的朋友 你知道他電話幾萬 你再打回去就好 那其他這個題目到這裡 那下一個就是說 剛剛那個5.4那裡有20樣 我們是不是各組討論把它分出來優先次序 看選三樣你認為最重要的 然後保例怎麼來改正 還有差不多20樣你選看看 是不是跌倒這個電話這個來怎麼改 還是說你吃藥的時候去看病 吃的藥你要怎麼注意什麼 這個呢把它選三樣出來 然後討論 根據用6.1這個 你要怎麼來改 那改的方法是不是容易不容易 然後大家把它分類出來 這樣好不好 那這樣我們給大家差不多 七八分鐘好了 往直到12點06分 不知道啦 有什麼處理 怎麼採取優先秩序 就是說你知道有很多不好的習慣 但是哪幾樣我們現在要馬上要解決 或是要趕快改的習慣 因為這個危險隨時都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剛剛兩個提問 一個是把這個5.4的20樣左右的東西 我們分出來說有這麼問題 然後剛剛上一個就是說 找出來就是說把它分成重要的不重要的吃藥的 然後怎麼解決 那再來下一個就是要怎麼來改變 就像我們 我們這一組的是第一個還是說吃藥的問題 我看結局好像也是吃藥 是不是 我們不去喔 我們吃藥這個就是 先講一下好了 我們就選兩三個題目來講 我差不多60歲的時候開始要吃藥 以前從來沒有吃過藥 也維他命什麼也都沒吃 那我開始吃藥的時候 我有曾經發現說 到底我吃了沒有 我忘記了 去接個電話來說 我剛才有沒有吃藥 忘記了 所以我就改個方式 那個早上吃的和晚上吃的 放在不同 上層是早上吃的 還有現在要拿出來馬上把它打開 如果沒有吃 如果吃完 我馬上把它蓋起來 蓋子 馬上給他蓋起來 馬上放下去 這樣就記得我們也吃過了 我現在用這種方法好像克服了 我現在從來不擔心說 不管怎麼樣 我都知道我有吃了沒有吃了 我就這樣子 還有一個我剛才聽 蓮公姐講這個 藥過期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現在看到如果說它到期日 譬如說3月24號到期日 我絕對不吃 一定把它丟掉 如果你看到說 Best the time 那個還好 我覺得 再吃一個禮拜一個月都沒有問題 我自己啦 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大概沒有什麼危險性的藥 所以這樣分 那如果像牛奶快要過期了 我就跟我先生講 今天 譬如還有四天 我就跟他講 那我們的豆漿 平時都一樣 這些牛奶先 混化掉 這兩天 這一天就把它混化掉 你先看幾個錢 這樣子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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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 剛好 剛為什麼 為什麼選說吃藥是第一 最危險的 最重要的 在討論就是 剛好幾位提的 就是說 有些是從不同專科醫師開的藥 有些是從台灣 或從大陸 或從哪裡拿的藥 或這裡買的 然後有些是決定要不要吃 有些是怎麼樣 很亂 所以呢 變成說 現在一個叫做 Medical Home Model 所有的資料前到你的家庭醫師那邊去 哪一個醫師開的藥是怎麼吃 他那邊都有資料 然後討論要不要吃 怎麼吃法 這樣是比較好的 還有剛剛也提到抽血 哪一個醫師開的 很多都重複 這個我們有討論 但是這個不是現在的主題 那吃藥很重要 那再來呢 因為我剛剛也提到 一個 常常遇到病人是台灣的藥 他那家醫院開的 那家醫院他決定今天吃那個 明天吃那個 然後美國的藥 還有這個台大醫師開的 不敢跟美國醫師講 很亂很亂 這個最好就是全部要寫下來 還有最好是同一家藥房去拿藥 所以這個藥劑師他知道你在吃所有的藥 他會知道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他會放進你的醫師 所以這個是在美國的方式 那這邊有沒有 我住在三樓 我說那個 從那個 市場買來的東西 我說兩四樣捨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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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麼趕 多跑幾趟 這個對台灣的問題 台灣他沒有電梯 大部分沒有電梯 所以很麻煩 這裡 那你就搬到底層的 這裡是基本上是你看年齡盡量搬到那個 accessible的那個方式 因為年齡不一樣要小心 而且不要太急 慢慢的 那還有沒有 大家就知道這個意思 你自己 那二十幾樣你自己回去也慢慢看 然後選出來比較重要的 那要怎麼來改 我們今天在是腦力計算時候來改 但是有很多方法你可以自己討論 找出解決方法 再來就是要改變 現在是說 好啦 那吃藥是很重要 那麼這個一定要改 那怎麼改 剛剛講的好幾樣 他說抽屜放幾層 那吃了以後 哪一 早上是哪一層 午餐是哪一層 而且吃的藥 蓋子一打開就是要吃 吃完了馬上蓋起來 就知道你有沒有吃 那現在就是說 你 假設你要再吃藥 你要不要這樣改 你認為你適合你的改的方法是什麼 你願不願意去改 因為改變這個習慣是最難的 因為我們要花八個禮拜 現在慢性病患 你六個禮拜就是 請大家就是 設立你自己的行動計畫 來改 然後照這樣每個禮拜去改 然後你自己 像我們用那個 calendar 就是說 我有照這樣做自己改 這樣慢慢改成習慣了 那麼你就會照這樣去做 因為這個是為了你將來的 身體狀況來改 所以一定很重要 那麼現在就是說 怎麼來改 剛剛我們說 假設設定三個 一個是最危險的 一定要選出來 然後最容易發生 然後又被最簡單 可以做的 先選出來 然後去做 對不對 所以在改變這個習慣最難 每一個人都是 六十歲七十歲了 這把年紀 這個習慣已經是養成了 你要改是非常的難 因為總是忘記 像我病人常常 一起來就走了 走了 下一個發現是 他已經在地上 你們是太常看到 所以呢 我都訓練 病人說 你 起來 先數二十下 二十下 你沒有覺得頭昏 開始第一步 慢慢第一步 手出去 那有一些老太太 每一次來都說 我又數到二十下 或數到二十五下 他們就會報告這樣 那這樣就表示 他有在打 不然的話 你常常到急診室 在報告說 他已經過去 在急診室 這是非常常見 老年人非常多的事 所以呢 這個是很重要 一定要趕 那 我最近病人就是 昨天的 他每天早上都去做運動 去做運動 每天早上他覺得 有點不太舒服 頭暈暈的 但是他還是去啦 去了以後 他被發現的是 打在地上 他才坐在地上 做stretching 做個十分鐘左右 就暈過去了 因為他有在吃藥 心臟科醫師開了啦 這樣 血壓太低啦 所以這種情形 你要怎麼辦 假設是你 你也在吃某些藥 假如你發現 你也是這個樣子 那要怎麼辦 可以趕 可以趕 你說 假如那天覺得有點怪怪不舒服 你是癢個血壓啦 不要吃藥啦 看看 觀察一下 不要馬上又去運動 還是說 跟你的儀式談一下 要趕快 來去看一下是不是 要要調整 這個都是要做的事情 現在就是說 你願不願意做 願不願意去改 這個是大家每個人要去想的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 原則就是 你現在篩檢出來 哪幾樣 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馬上改的 而且可以馬上做 而且比較容易做的 先設定這個 來做你的行動計畫 然後去改 因為這個習慣一定要改 不然的話 像另外一個case 去saver買菜回來 每天都覺得頭昏昏的 結果下一個是 撞到他要入 進入他房子的門 牆壁 他覺得沒什麼 再來就是 裡面大出去 所以這個是 你以為沒事 他也沒跟他太太報告 所以我們下面幾檔會講 你一定要跟你的儀式 或你的家裡 報告你有這些事情 這樣才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要來一個練習 再來腦力激動是 怎麼改 你的習慣 因為這個是最難改的部分 剛剛 太太我先講 張太太 你講的是 吃藥怎麼來放在抽屜 如果你認為他這個方式是很好 對你來說是很好 你偏偏一改 那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回去要怎麼做 自己規劃來改 不然的話 兩天就忘記了 又忙著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是 這個題目 就是說 改變這個習慣非常難 那麼我們已經設定出來 哪幾樣跟你重要 那麼你就是要改 那怎麼來改 這個有沒有辦法 腦力激動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就是我覺得 好主意很多 對不對 可是這每一個主意 就是好像又把事情又複雜化 對不對 所以複雜化以後 我們那個 我那個心態就是覺得 不想去弄 譬如說 譬如說 我有時候碰到問題 我太太就是說 把那個寫起來嘛 寫起來 寫起來就增加一個事情 然後你要做出來 要去找 找那個寫的寫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要適合每一個人的 自己的那個 認知跟那個 manage的能力 我們根據你這個題目 要改 但是你覺得很煩 那又 想要找一個 比較方便的改法 大家想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來幫你講 來 我講一個 讓你們大家笑一下 我跟我先生講 這個 譬如說 水龍頭 消完的時候 一定喜好 要把它轉過去 牆壁那邊 它幾年啦 差不多五六年都不改 我如果 沒有注意 拍下去 衝出來 我現在怎麼改 我說 你再不改 他都不敢看人 不是 再不改 是不是你要擦 還有你的頭髮是怎麼辦 他自己衝的沒關係 他自己 他跟我講說 我都 我去洗都不會 為什麼你去洗都會 有言 回答好 他進去 開的時候都不會 他進去 因為 明到為什麼 你去 我進去 他就 你沒有轉過去 這個就是 習慣的問題 就像 你不改 好 那你自己來 處理 你也不要改 你就自己 知道 你不要給他轉過去 不要給他方便 那你就 幾次你就知道 我們 夫妻兩個人 你自己 用 廁所的習慣不大一樣 對不對 後來我們怎麼解決呢 你用那個廁所 我用這個廁所 你 因為 你先生不是 不願意改 有些人就是 你沒有那一條筋對不對 不要怪他 如果怪他 我自己說 我們也是現在這樣 可是你洗澡 他如果找 一定你要找 你怎麼不敢 所以我們 那慢性病管理有 I message and you message 你可以說 老公啊 你不改的話 我全身都會弄濕 那你在那邊 他要出來的門 那邊貼一個 請你把那個轉 沒有用 還是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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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就是不改 是不是 不是不改 每一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那一條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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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根筋 那這樣 像逼著這個問題 他說很麻煩 那要怎麼辦 幫他改 還是怎樣 手指綁 綁那個結 綁了一大堆 不會進 我覺得沒有用 我覺得沒有用 Fore State就是 強迫 按照 沒有按照自己的能力所及 去強迫要改 沒有用 說要寫下來 那個對我太太有用 對我是沒有用 他講的 對 這個 我發覺啊 女生 太太們 因為大概是帶小孩的緣故 就是學會了 就曉得自己要改 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的 不得不改 去適應 但是男的習慣呢 就是 很多事情 明知故意不改 他有事實證明 他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他就是不改 那你怎麼辦呢 你不能永遠生氣啊 有的時候你就只好 怎麼樣將就 為了求太平 你今天是求太平嗎 我現在喔 最後一節 我前天來統合他 我說 你七十二歲喔 你要知道 你如果再不改 那麼很多的 不好的地方 不是只有洗澡 這是小事嘛 很多你不改 你進來 你女兒那裡住 不好耶 我真的 強那個強 不是 一定要改的事情 一定要改 因為這是他的身體耶 不是我有辦法給他負擔的 我跟他進行警告 我跟他進行警告 OK 所以呢 我們 然後回來講 就是講這個題目 那麼再下一個呢 因為我們時間不太多了 下一個就是說 有一些題目 大家共同來思考 也是根據用 用2.3 大家如果有講義2.3 如何來改變你的態度 就像我講 我提出題目出來 就是說 現在你都 有時候跟家裡人 女兒兒子 住在一起 家裡有養狗 那你的工作 是每天要溜狗 結果呢 我所看到的 好幾個都是 牙齒斷 斷 斷 因為狗一看到 另外一隻狗 它就瘋狂了 所以我們這些老人 是被拖著跑的 那就疊得一塌糊塗 那麼這個情形下 你想 假如 我 疊斷了骨頭 我會怎麼樣 這幾個禮拜學的 第一個是我 敢不敢再溜狗 那你責任還是要去啊 不然他們要上班 怎麼辦呢 還有就是說 你 受到的傷害 斷了骨頭啊什麼 你還敢出去嗎 我遇到的是 鄰居的狗 對牠一大叫 牠就一慌 就踩錯了 跌過去 整個骨頭斷 到現在 牠還是這樣 要吃馬飛 因為牠沒辦法走路 這樣痛就要死 就斷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題目就是說 假如你是這一個人 那你要怎麼辦 你還是要過正常的生活 還是要出去 走啊 參加活動啊 你不能說這樣 就全部留在家裡 狗不敢丟啦 那不敢走出去 小便是怎樣 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花時間來講 討論 這樣來討論 這是2.3 它有一個假設 那是一個題目問話 就是說 假如我這個情形 那麼 負面的思考是 我不敢出去 那 正面思考是 我一定要出去 那麼要出去 怎麼做 謝謝 好 剛剛我剛剛提的 因為溜狗斷了骨頭 現在我才害怕出去 那麼我能做的就是在家裡 自己在房間那邊走一走而已 又是痛 又不敢出去 但是正常的生活 還是要出去 還是去參加活動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你花錢請別人來溜溜 那誰存錢 那誰存錢 你女兒說媽媽 替我捐狗 給我花這個錢 不要 不要 她說不行 那個狗是我的名 把狗給人撥了 自己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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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不要勉強 不要逞強 對啊 不要勉強 不要逞強 做不到的話 就 像如果 要罵有狗 有狗就送人家 不要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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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好像 它是 可能 是喜歡 跟你跟我玩 但是我 我 我還是怕 然後突然 很突然的話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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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檢討 不要去檢討 這個不是 沒人的狗 在路上 沒人的狗 出國來檢討 對 這樣 這樣就閉 那個人就閉一下 抓 抓 抓 一般 一般 所有的動物 你不要 eye to eye to contact 他就不會來找 不是 他有時候 好像對你有善 但是 我還是會怕 但是 你看到的話 你轉過去 眼睛不要看狗 眼的 eye to eye 的 動物都會 對 一般 都跟你親熱 或者是會 attack eye to eye 不要看狗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事實 尤其在家外 你看到熊 你不要去眼睛去看牠 牠會過來 如果你看到熊 還是趕快跑 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說 你不要怕 你只要看到 你就是被牠的話 牠不會從遠遠的畫過來 你眼睛一看牠就會過來 狗戀 狗戀 狗戀喔 隨時知道 我也是 我這個女兒 我以前就是跟 這位太太一樣 很怕狗 因為我小時候 被狗 像這樣流行 封狗病的時候 我那個還要打針 打這裡 還有我父親 我親眼看到牠 狗咬牠的鼻子 我那個血液 很很可怕的 所以我很怕狗 可是在八個月前 我女兒 一直求我 求我先生說 牠 只有一個兒子 那沒辦法 一定要去養一隻小狗 這樣 講的沒辦法 就騙著我們 就去買了一隻狗 買了一隻狗 現在 牠們兩個都要上班 我們兩個就 沒辦法 早上10點牽狗一次 下午1點牽狗一次 下午3點牽狗一次 就是我們兩個的責任了 那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 給我先生講 狗戀一定要趕牠大陣 現在給牠 讓牠知道我們的行星 實在狗也很可愛 我被你騙了 我現在就是說 帶著牠走 這個旺野的地方 如果說路很直 我們視線看得到 我給牠弄開 如果你視線 有時候那個山谷 那個森林裡面 真的一下子以前 常常看到人家在找狗 都很可憐 而羽林的狗濕濕的 都迷失方向的 我都看多好多次 那我現在就是 給我先生講 放野的時候 可以的時候才放開 不要的時候 你一定要拉著 牠有規定 狗一定要拉著 就是說 我剛提的就是 當你在溜牠的時候 狗看到另外一隻狗 牠就瘋狂 對 那時候我們就容易跌倒 因為被拖的 跟著跑 放開 那時候你一定要放開 知道這一狗 不肝的時候 你扮鬼 你要顧你自己 OK 真的你要先 還有就是說 假如你跌倒了 斷了骨頭 你就不敢出去了 因為不敢去溜牠 不敢出去 那你還是應該出去 因為這是正面思考 你不要因為你跌倒了 牙齒被撞斷 什麼 不敢出去 一笑就沒有牙齒 找了意思去 我常常遇到這樣 那這樣的不敢出門 這樣就是不好 所以這個課題要跟我們 你因為這樣受傷 你還是不要因為這樣就不出去 因為你越不出去 你的運動越少 抗力越弱 越容易生病 所以變成說 怎麼樣來帶你 甚至你有這樣受傷 你還是要出去的 心裡的轉變 要往正面的時候 我還是要出去 那麼我要出去 你這個狗要怎麼辦呢 是不是請 比較壯的人替你溜 剛剛說請人溜 你還是要出去 還是要參加活動 這樣你的生活 生命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題目是 大家旁邊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學的主要就是說 找出有些習慣 你會傷害到你 那麼你這些習慣把它列出來 哪幾樣是 對你現在是很重要 那麼一定要想辦法去改 那改的方法 就是射出來 你一個行動計畫 像皮特說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 那麼你想辦法想一想 哪幾樣你願意做的 你試試看 那你可以做 慢慢做 你就是做到了 慢慢增加 這樣就變成不習慣 這樣就可以做 那我們已經十二點半了 再來下一個是 下一個就是說 回家要做的功課 這個是相當大部分 認為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回家 或是說到任何地方去 你心理上 眼睛 或什麼 要看的 要什麼來改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裡大家都有問 這個 所以你像今天來營法族 開車子來 下車進來 你看看外面進來的狀況 是不是適合 樓梯有沒有扶手 樓梯的台階 夠不夠寬 夠不夠高 有沒有明顯的那個 這個都是一樣一樣給大家看 一樣一樣給大家看 大家回去看 每一樣去查 因為這個下一堂課就是要來討論 你看了你家的狀況 你常常走的地方的位置 你認為該改吧 那該改的話 就要想辦法去改 就要像說我們進來 你地上 我們有沒有 那個會滑的 那個小地盤 這樣的話 是不是很容易跌倒 那是不是該拿掉 還是該換新的 還是說 我們像我們這裡 進來 沒有遮雨的地方 那對大家來講 就要跑來跑去 各地跌倒 所以這個list 很多 就是從家裡 一個是general 從任何地方 你都要注意的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臥室 你的living room 你的廁所 廚房 每一樣 回去看一下 然後看看你家裡的情形怎麼樣 那 你可能要改的是什麼 因為下一堂課就是要來討論這個 那 如果大家有這個結論 回去就是要認真的去改 有些地方就是那個 做的 地上的電話線 那個要拿掉 不然就是貼到旁邊去 還是說 你晚上 常常要上廁所 睡的床 是不是要離廁所比較近 你出來站起來就可以去 你出來站起來就可以去 這個都是 教大家一步一步改的 那大家回去看一下 那今天現在到這裡為止 那很高興 我們大家談得非常高興 謝謝 請 再次去看一下 回去的homework 就是 這個資料裡面的6.2 他都有格子 每一個check 他都有一個格子 是 或是補 那你回去 針對你自己家裡情況 先去把這個答案都先連出來 然後我們下一堂課再討論 針對哪些問題來解決 好 謝謝大家